嗨 我是鸭 今天带你们去吃 西餐界的性价饼之王 人均60就能吃饱 你说的是萨利亚吗 不不不 如果萨利亚排第一的话 那它应该就是 上海第二便宜的西餐店了 这家店不仅上过必吃饱 而且还有八道推荐菜 都上过上海菜品宝 试一下平价又有硬实力的西餐店哦 来 赞点好了吗 点好了 咱们就出发 好了 我们进入座了 今天我们要小声点说话 因为这家店真的是很小 整个环境给我的感觉 就很像大学时期 附近的餐馆 位置都是挨得很挤的 你们是属于社群还是社口啊 其实我以前也是个社口 靠得这么近 旁边说什么都听得近 我都不好意思来这边的 那现在怎么又改了呢 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啊 这不是有高高们陪着吗 走 走 我还没死闻啊 给你们点的东西全部上齐了 我们点了他们家的招牌 芝士宝饼 蘑菇汤 千层面 奶油培根一面 薯条 还有巧克力蛋糕 这一桌已够花了我们140块钱 这一桌的菜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从他们的外观还有出品的话 都还挺好的 对 看着很精致 对 很精致 你们想先去哪个 这个啊 真有眼光 这是他们家的招牌 也是上海宝饼第一名 一份的价格是20块钱 我数了一下里面是有8片宝饼 还配了一个蘸酱 来 张仔 你咪咪咪咪咪咪 哦 特别拉脆 里面的芝士给的还是很足的 它剩下的饼皮都是黑好过的 所以有股焦香味 边边的地方是有点翠脆的 嗯 它这个姜是大蒜姜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味道 这个大蒜姜太浓腻了 吃了一口 把芝士的味道全部冲淡点 只有留下了大蒜的味道 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冲了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芝士粉还挺普通的 那人家是第一名 那可能是价格20块钱比较便宜吧 特别拉的第一 接下来我们吃上海排名第二代 这个芝士的意大利面 奶油蘑菇一面 这一份的价格是26块钱 但它比萨莉亚贵 但是它的用料很足啊 蘑菇 培根都切得非常的大块 面条也给了很多 我觉得光这一份 在高级西餐厅里面 起码也要四五十块钱吧 乖乖乖你们觉得呢 哇 好粘稠 这个奶油盘盘真的好好吃 它的奶味很足 但是这个酱汁 不会让你觉得很腻 它是比较轻薄的质点 但是奶香的味道 特别特别的充足啊 这真的是我最近吃到 最好吃的奶油蘑菇一面啊 我觉得它能排名第二次有道理的 真的好吃 我们是更喜欢 番茄肉酱意面 还是奶油盘盘面的 可怕大家们告诉我 我之前是很喜欢吃番茄肉酱的 但是今天这个奶油意面 真的是给我带来惊喜 真的好好吃啊 我之前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食物 唉 你说 都是美好的东西 干嘛总是要比较给谁剩谁负呢 那怎么了 我是享受世界美好的势力 我们只要享受就好了 不要做比较啊 就像你现在问我是更喜欢观众的点赞 还是投币 我都很喜欢啊 都享受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对 他说了 38块钱一份的千层面 有没有乖是爱吃这个的 它可是上海排名第一的千层面 它上面是一层很厚的芝士 中间是肉酱 我是第一次吃 我怎么会切 我吃东西 对 感觉可以堵住人的嘴巴 肉口特别像别人在嘴巴 你带了一块土豆泥 你来尝一口 这个面的口感怎么黏不辣 就像那种没熟的面粉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黏吧 然后里面是有肉桂粉的味道的 可能有些乖乖会吃不习惯这个味道 喜欢吃千层面的话 可能会喜欢它的口感 但是我是不喜欢 我觉得太腻了 这个是入选了上海菜品堡第二名的蘑菇汤 价格是18块钱一份 但我记得萨利亚的一碗汤只要9块钱 萨利亚的面包还有5块钱 对啊 但这个还是挺合算的 他们家这个面包是直接组合在一起的 这个蘑菇汤真的好浓稠啊 我再品一下 它家的这个是把蘑菇切得很碎 然后和奶油一起煮出来的 你在喝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明显的颗粒感在嘴巴里面 就很像一杯没有过滤干净的西瓜汁里面 漂浮着所有的果汁渣渣 那你觉得它味道上跟萨利亚哪更好吃 萨利亚 过个面包尝一下 它的面包是有点干吧 脑脑是比较的硬 这道菜的话 我还是觉得萨利亚的会比较好吃 以萨利亚来便宜 最后我们来吃这两个 一个是经典的薯条 还有一个是甜品巧克力蛋糕 薯条的价格是18块钱 我觉得有点贵 表面是没有撒盐的 你不去蘸这个番茄酱的话 通口吃 可能味道会比较的淡一些 这不行 这没有麦当劳的好吃 这还是得吃麦当劳 它是最好吃的 那你们觉得最好吃的薯条在哪里 可以帮帮帮忙告诉我 巧克力蛋糕20块钱 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好纯正 它感觉是把提拉米酥和黑巧克力去结合做成了一个蛋糕 而中间是有一些木丝的口感 用力量量的 这个女孩子肯定喜欢 爱吃巧克力的乖绝对要点 好了 我们已经出来了 这顿西餐我一共点了6道菜 花了140块钱 总的来说 对于西餐它的价格不是很贵 但是味道上 我觉得奶油英面和巧克力是非常让我惊喜的 真的是很好吃 其他的话我个人就不是很推荐了 所以说便宜的西餐还得看撒利亚 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我记得视频就到这边 关注我 我是戴尼浩阳蒙 192就全上海 便宜又好 这小店的一样 下期想说什么 在许名告诉我 拜拜